当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邂逅一群酷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 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 6月24日 来自英国、匈牙利、意大利、韩国、俄罗斯 卢旺达等18个国家的50名外国友人 在有着千年历史的 重庆丰盛古镇拜师学飞夷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上午10点拜师仪式正式开始 国家飞夷目动山歌 接龙吹打等传承人集体登台 接受来自俄罗斯、卢旺达、贝宁 等多个国家的学徒代表 地上的拜师帖 并喝下拜师茶 正式收下这批洋徒弟 22岁的伯乐来自卢旺达 目前是重庆交通大学的学生 从小看中国公布电影长大的他 非常热爱中国文化 在他看来 要想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 必须要到实地去体验和感受 我很喜欢中国文化 是因为我从小就开始 就是喜欢那些功夫电影 我们非常喜欢那些中国明星 成龙还有李小龙 他们在我们国家很出名 所以他们让我们喜欢中国文化 活动中 伯乐拜师学习了国家飞夷 接龙吹打和重庆世纪飞夷 江家舞龙 接龙吹打发源于古代巴人 创作的巴鱼舞 成型于原名时期 流传于重庆巴南区 接龙镇及其周边地区 以索纳 鼓 锣 为主要演奏乐器 戏巴鱼十大民间艺术之一 2006年 接龙吹打经国务院批准 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江家舞龙习服 历史悠久 是古代巴鱼舞龙习服的 继承和发展 江家舞龙有20个品种 其中女子龙 女子板邓龙等特色舞龙 堪称重庆传统文化一绝 2009年 江家舞龙习服 被列入重庆市市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我最感兴趣的是 刚才那个舞龙 刚才那个舞龙 我是很喜欢 因为我从小就开始 就是在电影里面看到 所以我也想体验一下 所以我今天感觉很开心 在丰盛古镇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集中展示了 制衬 面素 泥素 木雕 剪纸 竹边 草边 中国节等非裔文化 让外国有人近距离感受 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